金门渔船翻覆事件到今天已经进入第15天了 事情的发展可以说是往着越来越坏的方面发展 昨天大陆遇难人员家属以及福建红会 港澳台办的领导和台湾的海巡部门 进行了7天内的第8次谈判 毫不意外又谈崩了 到了今天早上8点多 本来应该继续谈的 结果台湾海巡的人直接退房跑路回到台湾本岛了 而大陆方面对此毫不知情 从今天早晨发生了这件事 很明确就能看出来两边谈崩了 那事情未来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民进党有什么自信感 一直在这个事上保持死不要脸呢 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事情已经发生15天了 台湾方面一次又一次的撒谎狡辩嘴硬 14号事发 海巡署说大陆渔船是蛇形巨简 不慎翻覆 然后22号改口说蛇形急转弯 甩尾撞上了台湾海巡船后翻覆 15号说翻船的时间是14日下午的13点45分 到了23号又改成了14日下午的13点10分 渔民送到医院的时间一开始说是下午2点40 后来23号有人爆料说这事送医的时间是2点07分 总之各种就对不上再加上台湾方面说 没有录像船上没有摄影机身上没有摄像机 所以没有视频能够提供 再后来就是遇难家属跟泉州的人和金门这边协商 连续谈了8次都是无果 我们的要求非常的明确 公布真相 认错道歉 惩办凶手 赔偿家属 缺一不可 但是民进党当局的想法是 拒绝公布真相 并且隐瞒真相 坚持自己没错 拒绝归还愚民的遗体和渔船 继续嘴硬 强调金门的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 要求大陆继续释放善意 甚至还要求大陆冷处理 这就是为什么谈了8次都没有结果的核心原因 每一条都谈不拢 大陆方面不给任何的空间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而台湾方面选择继续嘴硬 而更令人气愤的就是 关于事故传之和遇难者的遗体的问题了 目前台湾当局非常抵触 把遗体和翻覆的渔船还给大陆 从一开始他们就想毁尸灭迹 甚至在家属到达的第二天 就想强迫家属同意火花 现在台当局给自己设定的底线 是绝对不能道歉 绝对不认错 他们的逻辑是维持在金门海域执法的合理性 所以台湾方面一直在说抚恤金 而绝口不提赔偿金 因为核心逻辑就是绝不认错 甚至台湾内部质疑不当执法 民进党也会用要等司法调查来搪塞 现在台当局从上到下对于这个事都不说话了 问什么都说要等司法调查 他们就是想把这件事拖着 拖到没什么人关注了 就认为这件事情过去了 怎么可能呢 很明显他们很想冷处理 但是他们更想死硬到底 从这件事让所有关心两岸问题的朋友 都看清楚了台湾当局的嘴脸 有很多台湾人都表示看不下去了 就公然的撒谎跟嘴硬 不过这件事在台湾的内部 民进党已经在搞各种的政治操作了 下个月赖却德就要上任了 蔡马桶对这件事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 因为马上就不关蔡马桶的事了 而赖却德那边上任的当天 全台湾旅游从业人员就要在旁边抗议 而民进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 直接利用金门事件破坏两岸关系 阻止台湾的旅游团到大陆旅游 对台湾旅游业造成的打击 全部甩锅给金门事件 现在民进党的侧意 已经开始利用这件事喊口号了 在那忽悠台湾人不要去大陆旅游 他们的目的非常的明确 继续撕裂两岸的关系 把台湾人隔绝在小岛上 不让他们看到大陆真正的样子 这样有利于继续洗脑更多的台湾人变成绿脑怪 这样才有利于台独思想的扩散 很明显民进党开始对内进行大内宣了 本来台湾现行法律里面都不敢说金门事领土 结果现在就利用台湾单方面说什么禁止水域来说事 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强调台湾的治权 之前陆委会对于此事开头的第一句话 就是强调两岸互不隶属 其实就是台独的那一套 而现在台湾蓝绿两党都一个德行的 都是强调互不隶属 全部都是台独 只不过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现在民进党搞出这么大的一个娄子 国民党这边下了一眼 马上就跑到大陆来了 还说什么 我没有安排跟大陆的官员见面 但是我不排斥 合着就是想见见不到呗 烂党就是烂党 还显着给民进党擦屁股呢 事情发展到现在了 民进党现在所有的部门都不说话了 直接用一句司法调查来应付 不管你说证据 还是问细节 他们都是说给司法机关了 他们不能公开 其实他们的做法就想拖上几年 到时候就没人关注了 而另一方面 台湾当局强调司法调查 其实也是在行动上强调台湾有独立的司法跟主权 一旦大陆不同意 台湾当局就会对内宣传说 大陆不尊重台湾的法律 大陆野蛮之类的话 并且强调宣扬两国论 强调两岸互不隶属 这件事现在这么多天了 如果说民进党是故意干的 是要故意用这件事情在金门附近搞出一个大问题 那毫无疑问这个思路是对的 不排除美国人给他出的损招 大家都知道中央这边已经开始推进敏台融合战略了 首先第一步就是台湾人可以来福建领身份证 而对这件事热情最高的就是金门人 当时新闻报道 很多金门人士第一天就组团来厦门办理了 金门也算得上是最亲大陆的台湾人了 民进党当然也知道 他们的思维里面就认为离岛不重要 什么金门妈祖都没用 尤其是金门 因为金门人反正也不会把票投给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认为哪怕是金门牺牲了 搞个大事对台独也是值得的 所以这件事已经开始表现出破坏敏台融合战略的效应了 说了这么多 我想这件事大陆方面也是要有所警示 当你过分的强调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人家只会把你的善意当成是孝顺 台湾是有非常强的被殖民思想的 有台湾老学者一语道破台独的真面目 富贵必饮 贫贱必夷 威武必屈 所以面对这样的玩意儿 你不啪啪给他俩大嘴巴子 那是绝对不行的 你不像对待缅北一样下下死守 台独的气焰是打不下去的 目前大陆的海警船和海监船 都在金门附近常态化执法了 央视还放出了厦门海警 跟台湾海巡对峙的照片 两船的差距巨大 台湾那边的海巡船就一个小破船 而大陆这边的海警是军舰 所以两船相遇 台湾那边直接一个急转弯就跑路了 这很明确就说明了 大陆方面已经把金门附近完全掌控住了 台湾方面曾经的执法权已经彻底不存在了 而民进党当局远在台湾本岛 还在叫嚣海巡应该开枪开炮 反正死的不是他们 所以这只是刚刚的开始 金门现在周边已经开始复刻 当年钓鱼岛的处理方法了 而在解放台湾之前 先解放金门已经箭在弦上了 在我截稿之前 说台湾海巡的人晚上又飞回金门继续协商了 而台湾司法事隔几十天 竟然开始说船只上有多处被碰撞的痕迹 要往五年过失上走 你说你们怎么能怂呢 我是非常的希望台湾方面继续死硬下去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助推 敏台融合最关键的一步 金门回归福建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了 感谢各位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